华航机师确诊连环报 指挥中心严拟要进出新的规定了 只要是执行过夜航班回到台湾的金组园 居家检疫呢 从原本的一人仪式呢 要改为一人一户 但指挥中心还没有定案 华航已经提前宣布 从28号临时开始就要实施 从5月开始呢 还会将居家办公措施 全面的扩大到华航旗下园区的各大单位 有机师呢就批评说 政策实在是太过仓促了 说一个月如果派飞三趟 如果现在又因为一人一户 得入住检疫旅馆 等于几乎都没有办法回家陪伴家人 而指挥官陈时中也承认 防疫措施已经出现了问题 虽然新的措施会带来不方便 但是呢 希望站在保护家人的立场上 大家多多忍耐 机组员执行结束下了飞机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 不过华航机师染疫持续扩大 未来机师及空服员回台 可能面临有加归不得 指挥中心严拟寄出新版过夜航班机组员 回台居家检疫处所规定 将从原本一人一室改为一人一户 华航内部也已经发出公告 紧急从28号零点开始实施 只要机师一个月派飞三趟 在台湾时间已经不多 如果又在饭店居家检疫 等于几乎没办法回家 你三天回来 如果第一时间又派班 那他又飞出去了 可能又飞个五六天 那你回来你又拘检 还是不能回家 都会愿意来帮忙来遵守 因为毕竟是一起防疫 可是就是 他的这个过程 可能稍微快了一点 急了一点 让人家没有一个缓冲 我们要及时的能够先阻断阵子 快是一定要的 但这快里面一定会带来 大家很多的不方便 请大家就多忍耐 对此华航证实 将依照指挥中心建议协助 无法进行一人一户居检的机组员 入住检疫旅馆 五月起还会将居家办公措施 全面扩大到华航旗下园区各单位 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 目前华航机组员 居家检疫处所的饭店 采毒洞建筑 里头有89支监视器 超过10名安全人员 全天候门禁监控 指挥中心进驻检查后 认为室内裁检区 因为通风有疑虑 已经要求移到室外 指挥中心再寄出新规定 要防堵疫情 但政策来得突然 就怕机组员会无所适从 记者最后报道